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还是在刚刚王一博在板王之中抽出了时间 录制了一段最新的视频 这段视频呢不仅是为他所代言的产品做广告 也是为了给大家提前拜年 希望所有的粉丝们能够平平安安生生利利 而且呢还拉着大家一起吃年夜饭呢 大家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看到王一博亲自录视频的样子了 因为每一次都是粉丝们 朋友们晒出了一些工作照或者是路透或者是花絮 但是像这种面对面的视频呢 却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看到了 这次在2020年倒计时的时候呢 王一博果然没有让大家失望 以这样的方式和粉丝朋友们见面 相信大家内心的都是非常满足的 因为只要能够看到他的路态 只要能够看到他的视频就已经心满意足了 刚才一出场的时候 相信很多粉丝们最先关注的就是他的造型了 穿着这里的服装 但是呢微博却是和他所代言的饮料颜色相同的 黄色微博看上去非常简灵 和他偏身的白色皮肤形成了完美的呼应 显得更加年轻 显得更加帅气阳光 很长时间没有看到王一博穿了如此亮丽的色彩了 不知道这一次录制视频完之后呢 粉丝朋友们会不会一起去购买同款的微博 是冬天保暖的最佳方式 而且呢和王一博同款也会显得内心暖暖的 不仅如此 王一博还拉着大家一定要一起晒年夜饭 一起分享给彼此 虽然这是为了工作所录制的视频 但是听到他的新年祝福 反而是感觉心里暖暖的 马上就要到除夕了 不然王一博会不会离开剧组回家过年呢 会不会和大家一起分享年夜饭呢 那他录制视频体现半年的画面 现在状态比之前更好了 尤其是这一圈的黄色微薄 把自己的阳光帅气展现的是淋漓尽致 也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 他可以多多穿这种颜色的衣服 一定会帅倒一片的 吃瓜不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 缤纷娱乐小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递得订阅我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